鬼才导演JJ阿布拉罕 在2011年的一次旅行途中 卸購了一本陌生读者留下的书 这本书的飞页上写着 看完请留给下一个读者 JJ那颗充满怪异火花的窗帘脑袋 已是受到了启发 这两个数位磨面的陌生读者 因为对同一本书的痴迷 对文字放不下的执着 于是这对男女 携手踏上了一场诡谴的追寻之路 这些可不是电脑打字的效果 而是真人的笔迹 花房的页面 水质 咖啡质 脏污 在在都流入着真实岁月的气息 明信片 餐巾纸 罗盘等23个材质不同的物件 都是两个人追寻谜底时留下的第一首证据 台湾的原神吉莫出版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取得了中文版权 而且成了亚洲第一个出版这本书的国家 但是谁也没想到 这才是作书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挑战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最近台湾的出版社被一个外国人累坏了 这个外国人是JJ亚伯拉罕 他是谁呢 他是不可能的任务三 还有星际争霸战的导演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S 然后台湾的出版社接下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你知道电影里面再困难的任务 再离谱的任务最后都会完成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原神出版的吴信芳 还有吉莫出版的李婉珍来跟我们聊S 庆芳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婉珍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开场其实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是吴念珍导演的声音 他帮我们介绍S的剧情大概 但是他最后留下了一个伏笔 他说他给了出版社一个很艰困的任务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庆芳来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艰困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眼花缭乱 其实艰困任务很多对不对 一个一个来谈好了 就是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个正本的故事 但是你看到正本的故事旁边 还会有非常多的手写笔迹 那这手写笔迹看起来好像好几个人 可是实际上他是只有两个人 但是为什么会觉得他好几个人 是因为他有四种颜色 其实他真的还蛮超出我们对于书的理解 跟传统上的认知 书就是纸本书就是有印刷 可是其实这本书 它的故事情节就跟着这些配件是一套的 就是说我们以为书就是书 可是他的书里面还有很多根据书里面的情节 而衍生出来的实体的明信片 实体的一张信纸 或是手写在这个书上面的一些人写的字迹 所以简单说这个书至少有三条线是同时在进行的 就是一个本文的故事 另外一个是男女主角的眉批手写字 那另外一个一条线就是这个 所谓我们刚刚看到的23个配件 那这23个配件是缺一不可 它不是赠品 不是送你的赠品 它是故事里面很重要的线索跟情节 好 这真的还令人很好奇 它到底故事情节是什么 会不会请婉政跟我们说一下 这本书 读这本书 其实就像在偷窥两个人的交换日记 那这两个人是谁呢 女主角她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那她就是在图书馆打工 那打工有一天她在整理书的时候 发现架上有一本不是图书馆的书 很好奇打开来看 发现上面写了好多铅笔的字 那发现这个书的主人好像把这书当论文研究一样 在写 那女主角她没看过这本书觉得好有意思 开始读一读之后产生兴趣 她就拿自己的蓝笔 在上面留言想要留给这个男生 留完之后她把书再放回图书馆原本的地方 隔天男生她来捡回她忘了拿的书 就发现女生的留言 那这个男主角她是一个研究生 那果然这本书也就是她的论文计划 那她看女生的留言 这两个人都是主修文学的 那就被激起这个跟对方挑战 一起辩论讨论文学的这个兴趣 就开始一来一往 在这个图书馆的书上面交换留言 那说等于是他们两个的交换日记 但不是写在本空白的日记本上 而是这本1949年出版的旧书 所以这个旧书原本它的故事 情节是什么呢 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这个旧书其实可以说 它是一个诗意的男人在追寻自我的故事 这本书西修斯之船 它讲的是有一个男子 他在南美洲的一个陌生城市里面醒来 他突然不认识周遭的环境 然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忽然之间他就被一群怪盗 掳到大海上的一艘船 去展开一场流浪冒险 那这时候他一直在寻找说我是谁 我是谁的时候他突然听到身边的人叫他S 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书名 那他开始怀疑说在我遗忘的这个过往里面 难道我就是这个叫做S的人吗 但是一方面他完全不晓得自己 曾经有过什么记忆 甚至他想要跳船逃到海上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游泳 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就是电影情节就是男主角一开始 就经历一个莫名其妙的枪战 然后他就发现他身怀绝技什么武功 但是他忘了他的过去 约魔是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其实书的后面还会有很 曲折的情节告诉我们他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进行了一个招募的活动 但是因为书还没出版不能公开他的内容 所以就只是告诉大家说 希望征求到很热爱写字的人 可以长时间接受100天以上连续的写稿 而且要写的字呢 两个人加起来是超过10万个中文字 就前后后竟然来了将近100个人 刚刚信芳跟婉正都讲到 这两个男女主角写的笔迹在书上面 所以中文版出的时候 也是会有写的字迹吗 在这个书上 是 因为这个是JJ亚伯拉罕一个非常破天荒的创意 就是说我要把那个手写字 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实际的对话 放在这个故事里面 所以书本身呢 我们一看 我们真的就是当时看到那个原文书 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就是说你看他的打开 这到底是新书要这样卖吗 这到底是新书还是旧书呢 完全是 你买来的时候上面就已经写满了字 太真实了 而且是从头到尾 每一页都是如此 所以原文版就是长这样 对 那我们中文版要出的时候 自然也要找人来写 两位很适合的写手来把这些手写字完成 当时就是大概我们进行了一个招募的活动 但是因为书还没出版 不能公开它的内容 所以就只是告诉大家说 希望征求到很热爱写字的人 可以长时间接受100天以上连续的写稿 而且要写的字呢 两个人加起来是超过10万个中文字 10万个中文字 而且不能用简写 我们一定要坚持全部繁体字 双亲的双 你不能写两个中文字 你一定要认真的写双 对 所以你们怎么找 就是透过公开 还有我们私底下人脉的这样征求 结果前后后竟然来了将近100个人 将近100个 他们都是 就你们住一个大房间 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写字吗 这应该是史上最好玩的印证 因为想要看到他们最自然的字迹 所以我就请他们提供自己私底下的字 那他们就非常有创意 有些人就还给我看他们很私密的手帐 就扫描下来 然后也有些人还拿高中的周记 你说私密的手帐是他们的日记吗 对 就是平常的工作一些小心情在上面 讲别人的坏话也都给我看 然后还有写给朋友的明信片 那还有人抄了他喜欢的食谱 甚至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来应征 他是在台湾学中文10年 然后就强烈地表示说 他真的很喜欢写中文字 所以你们选这个字迹 有没有什么标准 因为除了你刚刚说一个是 不能简写 对 不能有简体字 对 最重要是因为它还是要让读者看 所以你字迹也不能过于潦草 过于潦草其实就会有阅读障碍 对 那另外一个是你要 不能潦草又要漂亮 然后又希望可以跟原文一样 有同等的艺术感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考验出版社 跟考验我们应征来的写手 因为10万字要在短时间写完 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真的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从今天开始都不要打字 而且所有的东西都用手写 还会有一个状况是越写 那个力道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对 是吗 其实讲话也是这样 你每天心情不同 可能细分讲话的样子不同 那写字的字迹也是一样 所以最后选出来两个人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两个都是上班族 然后两个都很年轻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意外的 其实一开始 很符合书中 是 是 我们一开始很担心说 现在全部 大家都是用打字 对啊 或者是用智慧型手机 其实手写字这件事情要实现 要落实会不会有点困 后来发现 喜欢手写字的还真的不少 然后为数 年轻人的为数 令我们非常非常的压抑 那所以后来正式的这两位 大概真的就是年轻 年轻读者 也刚好是一男一女 秘密 因为他们不是专职的 这个写手 他们只是很热爱 这个手写的时间 这种享受这种时间 所以他们其实分别在 服务业跟金融业 好 其实难题有很多 然后这次出版社 其实也给你们其他的部门 出了难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难题好不好 好美 真的是不简单 是真的模拟手写在上面 这个是地图吗 等一下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很简单 这种餐巾纸的纸 不晓得要怎么印 它外面这都有 餐巾到处都有餐巾纸 可是他们的面积都很小 你看看我这边带了一个 他们的面积只有这样子而已 一个角落 或是什么地方弄起来 一个logo而已 这本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差点昏倒 这个餐巾纸 这么大一张 我问了十几家 没有人有这么大的印刷面积的 除了配件之外 其实它书的内容 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很多 你看书上面的斑点的这些东西 它是做出有点类似寿草之后的 旧书做出寿草的效果 什么意思 四百多页的书 我看了一下光底图 大概就占了六十五个 这个纹路跟上一页 其实就不太一样了 你们可以看 你看八卦像这种比较特别的 斑点的部分不是只有一种 像它这个拓印的部分 它选的纸其实不是那么薄 但是为了做拓过去的效果 这个东西其实是另外在做出来的 画边都不一样 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说是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这门道 制作时间需要多久 我想要超过两个月 两个月 令赏还有凤刚主编这边可能要回去分头 抓一下制作时间 然后不能让再版断书 没问题啦 交给我和令赏 对啊 回去要头痛一下 星光刚刚在影片里面讲了一句非常有魄力的话 就是反正你不能让我断书就对了 可是这个配件其实很难做 你看我像我手上拿的这张 这是地图 对 然后你要印在餐巾纸上 没错 你干嘛要这样为难呢 就要问我们的JJ雅伯拉海 那其实真的是像我们公务部说的 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一看都觉得 很简单啊 很简单 而且到处都有餐巾纸啊 餐巾纸上面不是他们也会印餐厅的名字吗 为什么你告诉我不行 没错 然后其实在做的时候才发现 它的大小是跟一般的这个纸张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它很软 对 然后大面积印刷 因为纸很软 你要过那个机器 是没有办法过的 所以它是要特殊的机器 是 那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 我们在餐厅看到的这个餐厅 只是小面积印刷 对 小小块 对 所以它要大面积印刷 真的就国内真的是不好找 而且去印会不会过纸的时候就破掉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公务部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配件啊 看到那个明信片有很多花边啊 哇 好漂亮哦 我们甚至其实那个影片是我们真实在社内讨论的时候嘛 那我们甚至还有很可爱的同事说 外面不是有卖那种花边剪刀吗 就剪一剪就好了 这印刷有那么难吗 公务的人就会听到这种话就会火冒三掌 真的是火冒三掌 你以为这这么简单吗 因为同时间要做好几种不同的花边 同时要出货 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而且我们后来也才知道说 那个叫什么水刀模啦 或者不是只有柴刀而已 还是必须要什么水刀模 才能做出那种效果 好 可是刚刚其实婉甄有跟我说 为什么书里面要有这个地图 讲老实话我们刚一直在讲说 你的书要搭配配件一起开 没错 所以我们就举例一下好了 这个配件在书里面是什么作用 情境是什么 对 其实大部分的配件都是男女主角互动的时候 留下的一些关键的线索 那这张地图就是刚才提到 这个身为研究生的男主角 他其实得罪了指导教授 然后已经被赶出校园 被禁止进入校园 他还冒充别人的学生证 才可以进到图书馆去跟女生交换留言 那他们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留言 从一开始染个很不熟 对 有点拘谨 还会互呛 对 到后来越来越熟 就开始会问一些心底话 那所以这个女孩子就问她说 那当初你明明就被进入校园 你到底是怎么样 在学校跑来跑去都不会被人家抓包的 那这个男生就说 其实我知道有一个秘密通道 那他写这段留言的时候 他人就在学校里面的咖啡馆 于是他就拿咖啡馆里面的一张餐心纸 就画下那个秘密通道 告诉女主角 再把这张餐印纸夹在书里面 好有趣喔 因为我刚刚其实在聊天的时候 就第一个念头就想到 那约末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节道地图 对 就是那个地图 然后可是你翻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直接给你看 来 我给你看他画的地图是什么 他就马上有一个视觉的想象 直接印出来了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JJ亚伯拉恩在做这本书 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把那个电影的概念 完全在纸上呈现 对 他就是变成一个纸上的电影 那你可以说他是桌游或者是互动 那可是实际上他真的就是一个 非常立体的阅读世界 它其实是推翻了人类以往千百年来 所有线性阅读的习惯 它把所有事情又呈现在同一个页面上 让你没有办法按照时间顺序来读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 纸上读书会 我们就像一个剪到一本旧书的一个第三者 我们要加入男女主角的纸上对谈 这个书的难题 其实刚刚还有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书上面的黄字 水字 时间的痕迹 这件事情也要一并呈现在印刷上 没错 这个要跟原文做法完全一样 我相信很爱书的人看到这样子 都会觉得非常的喜欢 而且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书 原因是你看一打开 借阅用书 竹书馆里面嘛 是 然后你看它连印章旁边会有一些痕迹 全部都做出来 对 你在盖的时候 多少会有一些旁边的痕迹 然后呢 这些发霉的水字 或者是发霉的这种斑点 每一页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这个最神奇我觉得 对对对 看到这个印章就觉得哇塞 好有亲切感 没错 但是呢 它的玄机设计藏在这里 拓印 印章总是会有 透过那个纸张 如果只长薄一点的话 连这个细节它都考虑到了 是 然后 刚刚还提到的这个 就是边边一定会有这种泛黄的痕迹 每一页的面积啊 样子都些微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也很经典 就是我们回家打开 我们可能收藏十五二十年的书 你会发现好像哦 对 你看那个发霉的样子 然后这个还特别的深 有一点像小虫之类的 对对对 被咬了这样的feel 然后你看后面这一个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亲切 图书馆的借阅章 国高中大学的这个借阅时间啊 借阅啊 几月几号啊 谁拿走了 就是谁借走了 日期全部都在上面 就是印章的感觉 所以国外也会一开始有那种图书馆员 就是国家图书馆员觉得 这本书呢不能够在图书馆出现 因为这会搞混啊 对没错没错 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 这个书的制作的难度 还有它的配件 它的情节等等 可是其实回到这本书的阅读本身 我自己阅读的时候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对我现在开始看了这本书 但是我看到一半 常常会被男女主角写 在旁边的每一批所打扰 以下这女生可能画一条线 画到旁边去 我的意见是对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但在阅读上面 是不是它也迥异于我们过去的经验 要怎么读 它其实是推翻了人类 以往千百年来所有线性阅读的习惯 它把所有事情又呈现在同一个页面上 让你没有办法按照时间顺序来读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 纸上读书会 我们就像一个 剪到一本旧书的一个第三者 我们要加入男女主角的纸上对谈 那参加读书会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课 那一定要针对他们在研读的这本书 先有一些了解 所以许多读者他们就会先很专注地看 这个西秀四支船的本文 从第一章看到第十章 再从头开始看这两个人互动的交换日记 就是说你读第一次的时候你要忍住 你不要去管旁边写了什么 然后先把这本书本身念完 然后你知道这个主角发生了什么事等等之类 你再回来看第二次 再把他们的眉皮加进去一起读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 听说有读者读了好多次对不对 对四五次就是反复这样看 然后也有读者是反映到说 他其实是可以同时看的 比如说他大概看个四五页 他就可以马上进入就是 本文跟眉皮一起看 然后我那一天还听到一个读者很有趣 就读者朋友他就说 他其实光是看那个眉皮的对话 就觉得非常有趣 他已经忘记那个本文 那个S发生什么事 我要说你是当情书在看吗 好 其实他的情节很有趣 然后我们在猜想 也许也跟JJ亚伯拉罕这个导演是有关的 他自己是一个电影导演 他导过了Lost的档案 不可能的任务第三集 还有星际争霸战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导演好不好 他其实就是欧美最目前大概台面上 大家觉得最鬼才的一位 那他自己曾经在TEDTED做一个演讲 他就告诉大家说 他所有的创作灵感 其实都是来自小时候 在一家很破旧的魔术商店里面 买的一个神秘的盒子 那那个神秘的盒子 他大概可能花台币一百多块去买的 但是呢 这个魔术箱其实是你回家拆开 看看他里面有什么惊喜 但是这二三十年来 他竟然从来没有拆开过 因为对他来说那就是一个问号 所以他的所有创作里面 他都很喜欢追求这样的一个问号 他认为保留给观众和读者 这样的一个未知的一个空白 让我们的想象力去奔驰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包括在他的电影 还有他这本小说里面 都有很多悬疑的元素 和解谜的一些设定 我们其实这几年科技发展 大家越来越会去追求电子书 它很方便 方便携带 方便收藏 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代里面 出这样子这么费功夫的纸本书呢 我都说这是纸本书的大晋级 像纸本书致敬的一个作品 就是说其实电子书的发展 我们要肯定它 我觉得它很大的贡献是 大家方便携带 然后你不用占很多空间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电子书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发展 可是其实你会发现说 至少我个人我觉得就是 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吃 或者是用的 穿的 我们一直在晋级 一直在更新现代化的这个脚步 如果生活里面一直都是这些很现代化的东西 最高科技的 最方便 最快速的 对 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失去那个温度 虽然会很有快感跟新鲜感 可是其实那个温度会不见 我就常常觉得说像大卖场的或者是supermarket 这些发展其实是很棒的 可是我们偶尔到传统市场去 你就会觉得那一种才是好有温度的味道 小伴的叫卖声 你可以跟他杀价 甚至可以问他买了这个菜怎么做 没有错 也就是说生活里面假设都变得非常的现代化 那些古老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都不见的时候 其实你会有一点点 那个失落感还是会有一点 其实我们也要跟出版社致敬 因为要完成这一整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 光是从我们刚刚这样介绍他的配件 他找男女主角来写字 这样子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 非常谢谢台湾的出版社 这么用心给自己找麻烦 做了这么特别的一本书 然后我们也希望读者可以感受这个书的温度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鬼才导演JJ阿布拉罕 在2011年的一次旅行途中 卸购了一本陌生读者留下的书 这本书的飞夜上写着 看完请留给下一个读者